謝謝菠蘆 菠蘆是嗎 出道演唱會等一下還有第二part 大家一定要做到最後才有 那接下來呢 我們交給學哥 接下來全心全意愛你 所以我們要全心全意愛老屋 所以我們下一part要進行的是老屋慶生會 在進行的之前 剛才有人說要 Mandy姐剛才進場的時候 有人說要跟老屋 一起慢慢變老 我們來歡迎 一起慢慢變老 阿德 阿德 我們介紹一下老屋慶生會 就是我們在那個不知之城市 就是你自己生活的地方 很多時候你就會 好像突然有一天 你好像每天都看到了一個房子 然後有一天它就不見了 就是那個 你覺得你好像每天看到它 覺得理所當然它會在那裡 就像點番火太舒服一樣 就是你知道點番火到了 你就會看到那個 點番火太舒服 可是突然有一天 你回來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那裡是一片空地 然後就蓋了一個新的東西 那就是 有這樣子的一種感覺就是 它好像一個老朋友一樣 從你小的時候就看到它 然後 你讀書了 你讀高中 你讀大學 或者說 你沒有討論什麼 我們就去做討論 那在那裡到處的 車人在那裡 電環部就看到那間 派出手 看到那間 警察手 就沒了 然後 就是 在這樣的一種心情吧 然後 再來就是 最近的話 彰化真的有很多很多 就是 我們都覺得 它應該一直一直一直 會在那裡的 房子 它們就 不見了 然後 或者被拆了一半 然後 然後 就在這種心情 我們有一群 夥伴啊 有一群很關心這個地方的人 有 有來自各個地方 真的後來 我們感覺到說 那個是來自很多地方的 然後大家就決定說 我們可不可以在 它還在的時候 我們先 讓大家看到它 然後就是 我們想要辦一個老屋性社會 欸沒有那麼悲傷 應該很開心的 就是 就是 那我們那時候就是 有看到一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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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是那個 我們的彰化郵局 彰化的彰化郵局 他 要 蓋大樓 他要把它 就是可能要拆掉 然後要蓋銀城 要蓋這個購物中心 那 就那個時候就想到說 我們可不可以為他 就是 可能都沒有人 替他想過 就是 幫他慶個生 所以我們想給他五十歲 辦個生日這樣 所以在 十二月十八號的時候 然後 就 有 保陸運動的大家 然後還有 很多在地的 關心的 朋友 然後 就辦了三個活動 那我們先看這個影片 對啊 可以幫忙 所以在看影片之前 我們那個 要給你禮物 我們的秘密基地的 熊大 有禮物要送給他 對 有禮物要送給他 哇 究竟是什麼禮物 然後你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 如果大家有發了詞釋的話 他前一陣子被抹籃 努力前進 努力前進 繼續努力前進這樣 抹籃 不只被抹籃還被抹黑了 雖然他今天穿綠了 對 好不好 大家看他抹籃 抹綠 抹紅 抹黑都可以拍 努力前進 謝謝熊大 我當時這個我還是要說 我其實是台灣重臨 我覺得今天 不論你的認同是什麼 我覺得台灣是你認同這塊土地的人 不是什麼黨派 不是什麼 就是你認同 台灣是台灣人 台灣人 你真的愛這片土地 你全心全意愛他 我不相信你們會做這麼粗殘的事情 就是你們怎麼可以 這樣子去壓迫人 然後去 就是 把這樣一個房子 大家想要留的房子 你就把它拆掉 然後一切依法行政 對 頂番口派出所就是告訴你 依照文化資產保存法 我們合法拆除 這叫什麼保存法 我就受不了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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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當天老屋慶生會的影片 等一下再講 好 好 大家高興一點 這是老屋慶生會 好 我們希望看完影片之後 他就絕對不會被拆 好 好 希望每年都可以跟他慶生 對對對 我們希望每年都可以幫他們 跟他們一行辦法變老 好 那這個活動的過程中 有很多人的參與 那我們邀請幾位參與的朋友 來跟我們分享他的心得 那我們先請我們的燕飛 耶 他說他還蠻恭維 沒關係 我們開臉書 剛剛開始 那個加喉嚨的人 就被人被人跳出來 對 人家不就公開嗎 這篇文章大家都可以看看 路感飛機 路感飛機 我真的不知道要講什麼 我想說大家不是說唱過了嗎 那我還要再講一次 好 我一定要在這種球 再講一次 衝不動 妳是比較朗誦 朗誦 妳就自己講 自己講 對不起 好 接著 這邊 謝謝 喂 好啦 其實是 原因是因為那天參加完毛巫青春會之後 然後回去晚唱的時候 就是因為剛好十二月份啊 其實也是我剛好在學校 在跑那個紀錄片的巡迴放映 那主要是放前兩屆的作品嘛 那每次放完影片之後啊 都會想要跟學生有互動 就會詢問他們說 欸 他們會覺得說 因為影片中的可能譬如說 建築啊什麼的 可能 不是在他們的鄉鎮 那我們就會想要詢問說 在他生活範圍內 就是他所熟悉的地方 有沒有什麼樣子的房子 是他覺得 有記憶的 然後覺得 嗯 就是老房子 然後他 他覺得是不是應該要 如果像這樣子被拆的話 他會怎麼想讓 然後 請他們舉個例子這樣子 然後結果呢 我們到 某某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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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耶 鹿港某某高中 我都想要直播再講 好啦 就鹿港高中 那時候跟家庭去 然後 就本來鹿港高中呢 他們的屬性是 有一半的學生就是很調皮 他會一直在那邊 就是 很開心的講一些有細心 然後 有一半的學生感覺是 有認真在看影片 可是呢 又不太確定他們就是 是不是有些人在看這樣 那 所以我們那時候玩一個小遊戲 就請他們寫紙條 那寫完紙條之後 在第二個環節的時候 再請他們回答問題這樣 那就 突然就是有個學生啦 反而是趴在那個桌上 就是 他趴在桌上戴口罩 感覺好像就是 不是很認真在參與這個課程 結果沒想到就是 我問了這個問題之後 他就舉手了 我就很開心 想說 他剛剛有在認真聽嗎 然後 結果他想要回答 我就問他 那 請問一下你覺得附近 就是 你認識的有什麼樣的老房子 然後 就是覺得人家保留的 然後 就跟我說土樓 然後 就 哪裡有土樓 然後 就跟我說 不見的土樓啊 然後 就說 這好像不是我要的答案 我想要知道的是 你生活 就是 在你生活附近 你認識的地方這樣 然後 我就問他說 欸 你這個答案是從哪裡來的 他就說 就是從課本裡面知道的這樣 所以 就是參加老屋棄生會的時候的感觸是很相近的 因為 畢竟我在彈畫室 那時候讀書的時候大概三年 結果呢 其實老屋棄生會 那幾個 就是除了火車站以前 就是 會接觸到 然後 嗯 郵局就在學校附近 其他的 那個 建築物 其實實際上 我們根本就不知道 沒經過過 或是經過根本也沒注意過 對 那我們上個禮拜 其實有進去那個彈畫旅中 就是我們那時候也是放映完 然後學生也沒什麼反映嘛 可是昨天我有詢問那個 老師 就是 老師有在去詢問學生 當天課程結束之後的感覺 他們就說 呃 那天那個 學姊他們 帶影片來放啊 然後 講這個 老屋 就是老屋這些老房子 在張子附近的老房子 他說他們完全沒有印象 就是他們完全都不知道 有這些 呃 建築物 這樣子 然後也不知道這些資訊 所以我覺得其實就是 很多東西 我們都是從 課本裡面 呃 知道的訊息 可是如果說像 文化局 他都覺得說 這個 這個建築物 不值得被保留的話 那相信就是 他也不會進到 就是教育體系裡面 讓更多的人去 呃 就是關注這個東西 對 所以 好 你今天講很久 呃 我覺得 就是 還有就是 一件事情 我不像 像阿德啊 或是很多 就是 夥伴們對 對文資這個議題 也很重視 然後還會去讀文資法啊 然後我覺得 那些東西 感覺都是 對我來講 有點複雜 可是我覺得 是很喜歡這種 像導覽的這種 呃 小旅行的方式 就是去認識 這個建築背後的故事 因為我喜歡聽故事 然後所以我覺得 像每次到每個城市的時候 都會很希望去參加這種導覽活動 會覺得很有趣 那其實 這個就是 認識這個城市的一個方式啊 那如果說這個建築物不在了 我們要怎麼去認識這個城市 就是外地人要怎麼來認識這個城市 然後甚至是我們在這邊找到的人 要怎麼跟人家講這個地方的故事 所以就是 大家都很努力 然後也很謝謝大家 好 謝謝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邀請另外一位朋友 一安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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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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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太好了 然後 我個人是覺得 就是一個班子 要是他很久的話 或許他會對他的生命 所以我覺得 現在或許就是那個 老班子向我們求救 對啊 然後 我個人 因為那 這些班子留下來的話 故事大家才會知道 這發生什麼事了 因為 嗯 或許下個50年 我們人都不在了 我在這個私下 對 可是 要是那些班子留下來的話 我們做過的事情 或者是之前人 為我們做過的事情 才會留下來 所以 這些老班子 我覺得留著 是一定要留的 是不可以的 嗯 是不是 是不是 好啦 大概這樣子 好啦 其實怡安有畫土欸 他有畫那個大新鳳梨 欸 索心裡面有嗎 給大家看一下 你講話王子的嗎 欸 還是可以去 喔 對啊 對 他可以去搜尋一下 大新 搜尋一下啦 搜尋他的本事業 對 大新那個什麼文化局還我頭 對 對 文化局還我頭 好 接下來 接下來 我們要 花姐 你 一樣 是為了 浮化之草 在這裡 然後他 就是 傳統與現代 古典與新潮 極深 超級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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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波露 波露不上一組 波露 椰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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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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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一趴演出呢 難得可以跟波波演出 其實各位可以發現波波的第一次吹得很好 對啊 但是因為這個時候他要唱歌 所以他沒辦法吹 音樂 音樂有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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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啦 敬業 第一次也吹得很好 哇哇 第二次合作 第二次合作 上次是在老屋請生會 但是今天 除了敬業 跟我一起合作之外 還有大家也要去過 哇耶 欸 欸 有跟誰的嗎 對 大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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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一下 教學一下 很重要 這個沒有辦法的 不要這樣 你要放照片進去 我把你給我拿掃 沒關係 柏仁哥記得嗎 公仔哥記得 沒有啦 沒有啦 三個 被CUE弄了 公仔公聲 好 蘇相蘇公好 公流蘇公好 蘇相公切相切 好 要改遷就要這塊 好 對不起 我一直帶都沒有 大家好 我是BOBO 然後 欸 上次老屋慶生會的時候 也是有在最後一個環節 就是大家一起慶生 然後為老屋唱歌這樣子 對 然後 我覺得 有些人他喜歡房子的原因是很多不一樣 有些是跟這個房子有連結 像他可能以前他下課的時候就是在這裡下車 但對我 對我來講 這些建築 老實講是有一些陌生 對 因為我去年才剛搬到彰化這樣子 對 但是對彰化這個地方 我覺得有一定的認同感 然後 每次我出去外面的時候都會 很想很想要回到彰化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對 就是很想回家 對 就是 對家的那個 意向有改變 就 不是說你出生的地方就是你的家 對 就是 你只要對那個 你住的地方 有 對土地也好 對當地的事情 或是文化 都有一個認同感 那 我相信 你就會一直很想要回到那個地方 那更重要的是 不管是房子也好 還是 剛剛 學哥幫我介紹 就是 我現在在那個彰化 李春元學悲館 就是這一些文化 重點其實都在每一個時代 人跟人之間 人跟人之間的連結跟流傳 這個部分是最重要的 而且 呃 如果沒有這些人的話 這些事情 跟這些連結 它就會斷根 就會斷掉這樣子 那 接下來我就要唱那個 呃 那時候被拆除的時候 讓我有很大一個感覺 就是說 呃 好像 大家有時候會忘記說 呃 我們其實要注意 或是真正要關心的 其實是 那一個主體 呃 就是那個文化的本身 而不是在外圍 你可能會覺得很亂 怎麼 有人講一個這樣子 有人又講一個這樣子 對 你永遠都不知道 你到底認同的 你到底喜歡的是什麼事情 對 那所以我就在想 用一個作品 好美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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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點是他這樣子 好美喔 重點是他這樣子 謝謝家軍 他們在天局排局了很久 好美喔 對然後 好美喔 然後 當時候最後一首歌呢 就是 呃 呃 呃 有把 吳聖老師的詩一個叫做 這個頭 就是寫土 就是 我們呃 農夫也好 或是我們生長在這個土地 上的農夫 都是 靠著天 跟著土地 一起生長 然後靠天示範的 對 那不管中間 呃 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終究還是要感謝 這一片土地 代表我們的這個養分 對 對那在這個 詩裡面呢 其中 我就 有放一段 就是 呃 現在傳統音樂裡面 其實大家比較知道 都 但是我們不知道 原來我們 台灣也有 就是 對 老人家他們 以前人 在台灣 或者是 流傳過來的方式都好 那是一種 呃 我們 這個傳統音樂裡面 他們所用的 呃 音樂 的 的音階 對 好 然後就是 呃 對 對 他是一個台語的 對 那 那個 我剛剛講的話呢 那個介紹就不要管 我們直接 現場 對 今天再 邀請大家完成我這個 心願 就是我每次 之前唱這首歌的時候 其實都沒有邀大家唱 因為我覺得 好像 可能有點困難 這樣子勉強人家不太好 但是上次 老屋慶生 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 少少人的 對 然後大家很集中的 互相 感受彼此 然後 當場的時候 就有教大家 唱這個 對 那 沒想到好像 聽說蠻喜鬧的 這樣 哈哈 好 那我一句一句唱喔 就是 今天的人更多了 但是這個 小小的空間裡面 我相信呢 大家還是 可以做得到的 方便喔 好 好 來 第一句 共流擠公香 何蘇相蘇公佛 好 完了 共流擠公香 何蘇相蘇公佛 好 第二句喔 共流擠公佛 蘇相公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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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流擠公佛 蘇相公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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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句到第一句 是少一樣的 共流擠公香 何蘇相公佛 佇相公佛 佇相公佛 彈歆公佛 弈歆聲 江青 江流青江山 佛祖祖祖江湖 江青 江流江青山 這個梗呢 解釋一下 這是那個法官魚在本身的時候 那個神仙在講一句話 旁邊呢 董柱要回答他的時候 就是我們回答人家說 欸對不對對不對這樣 對對對 是是是 但是他們的方式是 啊對不對對不對這樣 WEEE 真的是這樣 好 OK 好 笑 笑 笑 沒有這個 這個要說的意思就是其實 我們一直在說 我們一直在說 傳統的文化 就是 都會講說這個東西 離我們現在很遠很遠很遠 但是其實我要講一件事 傳統的這個東西 它不是死的東西 它是跟著每一個時代一直在轉變 然後跟著不同的人呢 它會有一些變化 所以 那只是呢 現在離我們這個世代可能比較遠一點 但是沒關係 我們會用不同的方式呢 然後再來繼續把這樣子 不同的聲音傳唱下去這樣 好 完了 那就來唱這首歌 土 好 好 好 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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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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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